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就让你好好谈个一杯公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贴了 你不认识 还可以 一道少掌月读咒 却和昨天的相比 相去甚远呢 奴婢也是如常弹奏 并未诗音走调 还请灵掌医 能够直言 娘娘 不知少掌月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奴婢该直言的 既然她那么装模作样 你直说又何妨 是 昨日你在御园 为皇上百臣妃献去时 那股骚气 妖媚之态哪里去了 你想借百臣妃的关系 靠奏乐狐媚皇上 恐怕没那么容易 贤妃娘娘 奴婢一向尊礼自重 绝无乐理之意 昨日 本是为百妃一人演奏 没想到皇上巧遇 皇上为陪百妃 才一同听曲 奴婢从来都没有 亲近皇上之心 先知啊 你看 你看这个以侠殿 这就是皇上赐给贤妃娘娘的宫殿 我们现在不便去打扰她 我呢 先带你去进监太后 先知啊 你看看这个 雕兰玉器 金笔辉煌 如同人间仙境一般的地方 这才是女人的真正归宿啊 原贤侠 原贤侄 你放心 只要你的仕途坦荡 老夫现在就可以答应你 将来一定给你物色一位角色加力 来做你的棋士 你出去 快走 我告诉你 今天奏乐失准一事 回头我会向方上引禀报 看看你们月宫局是以奏乐为先 还是以狐媚皇上为要 滚 少春华 少春华 娘娘有何封锁 你给本宫听好了 如你还敢借故接近皇上 本宫让你以后没有好日子过 给我滚 老臣参见贤妃娘娘 义父 是这样 老臣听说前太后身体欠安 特意进宫探望 没曾想途中遇险 幸亏遇到这位原贤侄 出手相救 老臣才得以脱险 老臣想把原贤侄推荐给太后 义父 既然太后有病 那你先前往太后宫中探望 女儿随后就到 好 这样也好 老臣先行告退 我先前往太后宫中探望 我先前往太后宫中探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